今天SAM的最后一次考试的考卷都订阅了 所以就正式完成了 但其实课三星期之前已经上完了 所以SAMbreak也算是开始了 不过因为这个是最后一个考试 所以考完交完就正式完成了 今天是7月1日拍的影片其实没什么特别 是有一个目标想分享给大家听 就是因为我今个SAMbreak可以看看这个calendar 这个是学校假期的calendar 看到有三星期的学校假期 还有到第四星期就会正式开学 即是下个SAM 所以可以放三星期假 但这三星期假 我有目标给自己就是 我希望可以拍到三条影片 是的 如果大家有点留意的话 我近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拍片和讯片 所以是有点难 希望这个目标可以拿起来 令我自己拿起来可以拍到这些影片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年初的时候就说会有一个新的系列 所以这三星期我就是想拍三条这个新系列的影片 其实我已经有了 只是未拍出来的 稿也未写 所以我的目标大约是每个星期七日时间 用一至两日去写稿 就两天时间去拍 然后三至四日去剪片 但其实听起来也很难 因为每周拍这条影片 只有三至四日剪片 所以是有点难的 但是尽做 说真的 这三个星期我都不是完全有空 因为都要飞 和搞其他东西 所以就希望可以做到 就算不需要也好 也希望可以先拍了 是的 那就 没有了 主要拍这条影片 就是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目标 以及去鞭策自己 和鼓励自己 去拍到这条影片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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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by the way 那 我这三个星期 都会一直记录下我的进度 那 都会拍一条影片 那 希望去到月尾的时候 就会把我那条进度的影片 就 可以分享给你们看 先 因为 拍完那三条影片 我都不会轻易上传的 我可能会在之后试上传的 所以 你们会今天看到这条影片 接着就是 月尾的时候 就会看到那个进度的影片 那就看看我进度去到哪 好了 就这样吧